来看嘉义市中心有一栋40平的房子 因为呢道路拖宽被征收了 现在只剩下三平 房子的深度呢只有1.5米 连一个人呢两手张开的长度都不到 但是屋主呢还是把它盖成了两层楼的套体杵 要当成店面来出租 也成了嘉义街头的奇观 街角的这间店面 乍看之下和一般房子没什么两样 但从侧面一看 房子的深度竟然不到一个人双手展开的长度 煮炸差不多买到40平 因为道路拖宽 跳到现在像三平的我 不到1.5米的深度 这栋超迷宁的透天措 位于嘉义市公民路和安河路 虽然有两层楼 但只有三平大 被称作是全嘉义最小的透天措 因为这栋刚才在三角厂 价格好 地点也很好 很多人想要来买 也开价格好几十万 别小看这栋超小透天措 一楼可以容下两个摊贩做生意 还有客厅可以泡茶 沿着小小的楼梯上二楼 更是别有洞天 二楼房间只有两米高 但里头有书桌有柜子 累了还可以拿出枕头被子 席地睡上一觉 麻雀虽小 五脏俱全 屋主寸土寸金的利用 也让这间透天措 成了嘉义街头的另类奇境 这是侯顾文 嘉义资防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